花蓮市民代表姜如玲 她高龄93岁的婆婆刘阿袍日前故事 在丧离结束后 家人将定义的结余款分别捐赠给了市工所 花蓮县视觉障碍不利协金会 作为路灯任养与帮助身心障碍的朋友之用 姜如玲也代表家人前往市工所捐赠 市长魏嘉贤也特别致政了感谢状感谢善行 花蓮市民代表姜如玲93岁高龄的婆婆刘阿袍日前过世 丧离结束之后 家人把电仪结余款分别捐赠给市工所 还有花蓮县视觉障碍福利协金会 作为路灯任养还有帮助身心障碍朋友之用 因为婆婆她也忙56年 那今天她已经去上面当菩萨 那我们想说把所有的好朋友 给我们阿嬷的一些电仪结余款 监助给所有的社福单位 那最重要的是监给我们市工所 让我们市工所的路灯50盏 让花蓮能够更光明 让我婆婆能走着眼盲的部分 也能够睁亮眼睛大步向前走到菩萨身边去 过她的极乐世界 还有再捐给我们盲包协会 因为她已经也忙50几年了 那我们想说盲包协会是一个很需要 我们捐赠的单位 所以我们想说由这个部分 以婆婆的名义捐给这个单位 让他们的帮助他们一点点的忙 市长渭嘉贤代表市民朋友 感谢刘老太太子女们和媳妇的善心意举 期盼未来可以持续把花蓮各项建设做好 也让视觉障碍朋友走在安全安心的道路上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捐给我们 花蓮县视觉障碍福利协进会 那我们知道刘老太夫人 过去她的眼睛是失明的 失明几十年来 生活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江陆云代表也有 也感同身受 也希望能够捐一些款项 能够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伙伴 那再来就是也到花蓮市公所 来捐相关的光明灯 路灯的部分 也希望点亮每一个要回家的人的光明 在此我代表花蓮市民 谢谢我们江陆云代表 还有他们的子女们 李华宝女士的子女们 这样子的善心意举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 来把花蓮的各项的一个建设做好 也希望能够让所有视觉障碍的朋友们 都能够走在安全安心的道路上面 江陆云表示 这一次婆婆伤葬后的结余款 分别捐给花蓮市公所 任养了路灯50盏 希望让花蓮市处处都光明 另一部分也因为婆婆也忙56年 这一次以婆婆的名义捐给市葬协会 代表一点心意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